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蜜蜜的 今天呢,這支影片會拍的原因是因為 在上禮拜的時候 我記得寶妮好像發了一支影片是有關於她自己的黑歷史 當時我就在她的留言板底下留言跟她說 你根本就完全沒差,你就是一樣都很漂亮啊 所以呢,就被寶妮給點名說,那我要不要做一支來看看 那其實呢,有些網友,眼尖的網友有發現 其實呢,你們應該有看過一支影片是在米露的頻道上面她有做過一支 有關於我跟她的黑歷史 就是她放了我以前的照片跟她以前的照片 但是呢,那支影片莫名其妙在她的頻道上面 就是一個非常高瀏覽的次數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大家其實是蠻喜歡看我們的黑歷史,是嗎? 那這一支影片呢,我要來跟你們分享的呢 就是我昨天收集到的將近20張的黑歷史照片 所以呢,有興趣的朋友們就請你們繼續看下去吧! 好,我們現在要來開箱我以前的黑歷史照片了 我覺得真的是OMG超級無比悲劇的 我們先從最近的開始看好了啦 我們就是從我大學,然後看到高中,然後國中,國小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比較有趣 好的,第一張呢,是我大概大學二年級還是三年級的時候吧 好,大三的時候 我的老天爺,我那個眼袋是怎麼回事 很多人都跟我說我除完眼袋之後跟以前真的差很多 我現在真的看到這張照片,我就覺得OMG差超多的 這張照片是當時好像是我們學校的其他科系吧 他們好像有在製作什麼那種桌邊商品 然後請我去當model 我無法接受要去拍一個學校的model照片 形象照的人,然後就是可以穿成這副德行 而且我記得這張照片我被放到粉絲團上 大學還有一張是跟我學妹一起拍的四公格這張照片 好,這個有比較好一點的 但是我知道這個有開美肌的關係 剛才那個是直接用相機拍的 然後這個有美肌 你看美肌到我的鼻樑都不見了 我覺得差最多的應該是我的眼袋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天生就有眼袋的人 所以我看起來經常會讓別人覺得我好像很想睡覺 或者是感覺我好像很累,但其實沒有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嬰兒肥吧 然後沒有下巴 我那時候很常被笑我沒有下巴這件事情 現在都不會被笑,現在都會被網友說 阿緣你怎麼下巴越來越尖啊 阿緣你是打什麼東西在你的下巴 阿緣你下巴有整嗎?什麼之類的 其實你們每次這樣講我都還蠻爽的 因為我以前就是從小到大就是被笑沒下巴的人 所以當一個沒下巴的人被說 欸你有下巴的時候 他其實心裡是愉悅的 各位酸民們 你們真的說我什麼下巴肩什麼之類的 我真的完全不在乎 因為我就覺得 喔好爽 終於被說我有下巴這件事情 好我的大學照片差不多就這樣子 我覺得有差 但是沒有差到那麼的多 不會說到讓你認不出來 那我們現在來開箱我的高中照片 團體照這張照片大家有發現我在哪裡嗎? 我在第一排 這樣看是Center的左邊 對就是旁邊有個面具的那個是我 這張我覺得還好 其實我反而覺得 我的學生時期的巔峰是在我的高中 我自己覺得我高中長滿正的 雖然我現在看覺得有一點瞎啦 但是我覺得我高中反而比較會打扮 好這個還可以啦 這個我覺得沒有到很黑歷史 這是我們那時候銀星跳舞的時候 高中就只有一張 我覺得我高中就是長那樣子 就是沒什麼差別 我覺得最有差的應該是國中跟國小 你們應該是最期待我的國中跟國小 我們先來翻我國中照片 所以米露看到我國中照片的時候 他真的是整個就覺得天哪我是太妹嗎? 我也覺得我是太妹嗎? 我居然發作在一個樓梯間的欄杆 欸我記得我那時候 做過一件很嚇的事情 我記得是高三的時候吧 那時候好像不知道為什麼 禮拜六要上課 還是暑期輔導 反正我就把自己扮成是男生 然後去撩我們學校就是很正的女生 蛤? 我沒有辦法理解我到底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欸 好反正呢 為什麼會寫領袖風範? 因為我以前是我們國中的學生領袖 就有點像是學生會長的概念 你知道那時候比較流行日系 領袖風範的下面這張照片 其實也是我喔 就是穿著背心這個也是我 你知道 我那時候其實還是有跟上日系的潮流 我有一陣子 我國中的時候還蠻日的 因為那時候就是國小到國中我真的超日的 因為我就很喜歡看七龍珠 喜歡看柯南 然後喜歡去唱片行買一些那種動漫的單曲的CD 而且我爸會陪我去買 而且我家裡還有很多漫畫 啊那時候我就很流行 但我就是下面就是比較虛一點 然後上面這邊就是 嗯... 瀏海 就有點像那個 楊成林很早期 那個什麼水母頭的時候啦 我也有流 時代的眼淚 我還有另外一張 我以前國中其實就是一個 我覺得我現在也是啦 就是別人做什麼 我就硬不要做那件事情 我就硬跟別人不一樣 啊以前就是我們學校就說 我們一定要穿就是到腳踝的襪子 我就偏偏不要 我硬要穿到小腿 然後別人不用穿背心 我硬要穿背心 然後你看就是穿著外套 我裡面硬要加一件背心 而且我還不加外套 我是加背心 我就是硬要露出那個背心 那時候還要再戴一個 飛碟的項鍊 我跟你說為什麼要戴飛碟項鍊好不好 你看我這麼喜歡小丑 喜歡什麼鬼修女 然後又看Uso Japan 你們就應該知道就是 我就是一個喜歡那種非常古怪奇怪的東西的人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喜歡在網路上看什麼 喔外星人侵入地球囉 或者是什麼 在天空上面抬頭看可以看到飛碟什麼這種東西 你看我個性熱衷國用海就是這樣子 就一直到現在 然後再來呢就要來看我的國一的照片 基本上這張照片呢 是我國一的時候跟朋友去拍的大頭貼 以前很愛拍大頭貼 第一張 其實我覺得我那時候拍大頭貼的時候還蠻可愛的 只是那個表情有點欠揍 好看第二張 但我覺得這張其實還蠻可愛的欸 這個很有國中女生的樣子 米露昨天跟我說他覺得看他這張小太妹 我現在這樣回頭看我也覺得還蠻太妹的 再看第三張大頭貼 我覺得這個有點志氣喔 這個應該是我要剛升國中的時候吧 就是升國一的那個暑假拍的 還有一點印象 你知道那個拍貼機啊 我不知道這是翻拍的還是怎樣啊 皮子都不見了 這剩兩顆大大的眼睛 欸你們看 就跟你們說吧 完全不唬爛 我真的以前就喜歡這種 怪異古怪有鬼啊 什麼蛙哥的 你看硬要挑這種就是什麼很靈異的 拍貼機的一些圖案 不知道出在哪裡了 以前小朋友的嘴唇 因為你就是基本上你不會擦口紅 也不會擦唇膏嘛 所以你的嘴唇就是你原本的顏色 然後因為以前就是皮膚又比較暗沉 比較黑一點 或比較荒一點 所以會整個人看起來就是 比較沒有氣色啦 而且我覺得我整個算蠻厚的 你們看 就我不是薄嘴唇 所以沒有擦唇膏 可能就會是那樣吧 這張我覺得我蠻可愛的 就是不到醜 這張我也覺得不錯 可能是當天比較沒有腫吧 就那時候就是沒有化妝素顏啊 就是一個非常清純的樣子 我國中畢業建設長這樣 領袖屁 我跟你講會叫領袖屁呢 唉 我到底有沒有在我其他影片 跟你們分享過我以前的綽號 反正領袖就是因為我以前是全身領袖嘛 會叫屁呢 是因為我小時候叫小屁 因為我以前很愛說屁啦 屁啦什麼的 後來就被叫成是小屁 我 全差嗎 現在是按援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國小的照片 這張是小六的畢業旅行的時候的照片 我跟另外兩個我們班上 跟我還蠻好的朋友 就我們三個一起拍的 我是最左邊這個穿粉紅色衣服 然後還有五分褲 然後還戴這個帽子 你看我以前就是走在一個時尚尖端 現在就很流行這個帽子 網球帽是不是 現在只是流行就是草帽的網球帽 欸我覺得我以前就可以戴這個 真的是也是 而且我以前還要戴相機欸 微文青的感覺齁 我是在那個 最上面那一排的第二排 就是長髮女生旁邊這個 有夾一個夾子的 夾一個BB夾 欸現在很流行那種 柴果BB夾 你看我以前就先夾了 真的是走在一個時尚的階段 後面這個女生啊 就是多頌 多頌就是我韓國的朋友 她那時候就是還很好 身體還很健康 米露在我拍這支影片的前一天晚上 她上傳了一張 我國小畢業紀念冊的照片 分享到她的Instagram上面去 我的媽呀那張照片大概是她的Instagram上面的 點贊術巔峰吧 她在專門出賣我 然後放我這些醜照片 這一張阿鳥欸 這張是很像外星人 而且我以前 我不知道我以前如果有虎牙 我現在沒有欸 你看 那隻牙齒應該是還沒有掉 就是她還是原本以前的牙齒 她還沒彈起對不對 應該是 輪廓有點像啦 你看有像吧 我現在在拍照不可能會這樣笑 因為我覺得現在長大後拍照就是 你會比較知道怎麼笑才是最好看的 我現在真的不會這樣笑欸 多尷尬啊 我現在要笑但是這樣子啊 這樣 不是嗎 所以那時候就是比較不會笑 所以就 會拍出這樣的照片 到4700讚 有啊 他應該是你現在的Instagram的巔峰吧 他有100個留言 好不用 有人說 試良靜如給了我勇氣嗎 最後這樣是我年紀最小的時候 民國99年 這應該是 四年級的時候 對這是我國小四年級的時候 這時候應該是運動會吧 然後呢我就是旁邊這個 長得非常像ET的女生就是我 而且還掉了一根牙齒 然後 那時候可能 眉毛也還沒有長齊 所以就是 很像沒有眉毛 原來一個人沒有眉毛 是一件那麼可怕的事情 然後眼睛可能雙眼皮也還沒長齊 所以就是有點 有點像單眼皮 有點像內霜的感覺 除此之外 我以前的下巴好像還蠻有的喔 欸為什麼我以前好像有下巴 但是我到國中後就沒下巴 我那手好像舔不辣喔 為什麼手真的那麼短啊 好啦就是這樣 好不好 我開箱我以前的黑歷史 然後還給你們回顧就是我以前很小時候的照片 我覺得這一支影片呢 真的是 蠻齒的 唉 我們小時候 國小那個就不要講 因為國小真的大部分都是爸爸媽媽 在幫我們打理的 所以那個就是你 沒得抱怨 但是真的是國中到大學 就是大部分都是自己打理比較多 真的醜 就是怪自己 好不好 國小的話 你也不需要怪爸爸媽媽媽 為什麼沒有把你就是打扮得很美 因為你也沒有自己自主的權利嘛 但是真的是國中到大學 我要自己檢討一下 我真的是覺得 天啊 瞎爆了 不然長大還是不一樣的 我以前20歲的時候 我很害怕長大 我就覺得這樣 趕快就會變得很老很老 但是我後來發現 女孩們錯了 你真的是 長得完全 長得變完整 可能是在你大學畢業後 才會開始慢慢的變完整 我覺得真正 開始完整 是在25歲後 才會真的開始完整 所以 千萬不要害怕 就是你 大學畢業後 就說自己是老妹 我跟你講 沒有 沒有老妹 你25歲後 你回頭看 你才會覺得 你以前真的是老妹 為什麼硬要把自己 扮得這麼的老 真的 相信我 我25歲後 才開始覺得我自己長得 還不錯 還可以看好不好 我以前覺得 我真的完全不行耶 就是你就是長得還 你就是還沒有發育完全 然後 所以你就會覺得 好像這裡有點肉 或者那裡 怎麼樣幹嘛 什麼之類的 我現在覺得 有點親手 反而很漂亮 但我覺得任何年紀 都有任何年紀 自己的魅力 不過就是 你不需要去害怕 或討厭 你現在的這個年紀 或是害怕 討厭你之後 兩三歲後的年紀 因為 不會 你那時候你會發現 你自己是有某一些 年紀輕的女孩們 沒有的魅力 相信我 過來人 看我這些照片 就知道是過來人 好 以上就是這一次 跟你們分享的 阿遠的黑歷史 好就這樣子 所以呢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我Youtube頻道呢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歡迎Follow我Instagram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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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